众所周知,在猫界,一斤的重量高达500克,今天避暑山庄将迎来重磅挑战,体重高达1500克的阿花挑战4000克的刺儿公公 阿花迈着六亲不认作死到底的步伐冲向刺儿公公 接连三次冲锋让自己本不富裕的耳朵雪上加霜 危难之际,阿花一个原地弹跳起飞将刺儿公公下翻在地 不断摇摆的尾巴显示起极具进攻的情绪,真男猫就要勇于挑战 阿花随即进行两次猛扑,果不其然被包摔在地 席地而躺的阿花并没有屈服于刺儿公公的淫威 而是就地展开反击,刺儿公公也没有放过这墙角狂撸的机会 逮住阿花就是一顿鹿,阿花几次求饶,决已被撸告终 阿花闪转腾挪,终于起身摆脱了墙角 奈何腿太短,又被扑倒在地,被迫进行了一个钟的按摩 阿花此时不断摇摆的尾巴是他最后的倔强 看似没什么用的摇尾巴,实际也并没有什么用 双方在这终于达成了短暂的停战协议 好景不长,阿花的两个蛋蛋着实让刺儿公公上火 刺儿公公随即再次发起猛攻,打破了这短暂的和平 阿花果断进行反击,别看体重相差将近三倍 但阿花凭借着一股不服术的精神,又被按在地上进行了一顿摩擦 咱们呢,书接上回 避暑山庄里的雨量级选手阿花,挑战重量级选手阿刺儿 阿花凭借自己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最终被按在地上一顿摩擦 阿花体情小巧玲珑可爱,但架不住剑气逼猫啊 阿刺儿一口上去,压住阿花,本以为阿花能知难而退 谁曾想阿花,趁着阿刺儿不注意,果断来了一个猛虎逃当 这让哭当里本不富裕的阿刺儿啊,顿感侮辱 谁曾想阿花还学习二姨,来个回头杀 本不富裕的耳朵呀,配上回头杀真的是让阿刺儿上火呀 阿刺儿果断决定给阿花来个整容手术 并且呢,还不受胃,两只都不太富裕的猫子啊 就此展开了极其富裕的皮草争夺战 猫咪打架讲究什么,说学逗唱 哎,瞪眼丑,哎,张嘴咬 哎,身爪脑,哎,瞪腿踹 几个回合下来啊,可以讲阿花和阿刺儿打成了三七开 阿刺儿三拳,阿花头七 阿刺儿三拳,阿花和阿刺儿打成了三拳